今天外面的天气很不错,适合出去挖矿 大家好啊,我是村子里面的亮仔 前几天听说史蒂夫挖矿挖出钻石了 人家发了财,最近我也就心动了 准备一下工具,我也要去发财 虽然我没挖过矿,但是我知道钻石很难找 希望今天能够顺利的找到钻石 毕竟我这么帅气,嘿嘿 就来这个矿洞吧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矿 我从来没有进来过,希望不要遇见怪物什么的 这里面感觉好阴森啊,有点可怕啊 没人陪我 哎呦,竟然是骷髅 大哥,你不要打我 过去,这一箭这么疼 你过来 那你不要打我,我就是想来挖矿的 原来你是要挖矿啊 那你还是换个晃动吧 哪里 为什么 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钻石黄金 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面了 肯定是比你知道的多的 不行你问问我的家人呢 哎呦,吓我一跳 骷髅竟然还是一家三口 真是不错啊 那我还是先挖点煤吧 反正闲着也没事 都已经出来一趟了 也不能空着手回去 你要是挖煤的话 这个矿洞里面很多 那我就多挖点 那我就多挖点 带回家说不定啥时候就用到了 哈哈哈哈 挖的差不多了 我就先走了 嘿嘿 挖了好多好多的煤 以后做沙烤的话就不缺煤了 烤上我的土豆 好香啊 现在我还有一件事 我要制作三件帽子 动给骷髅 因为我了解了一下 他们惧怕太阳 所以不敢出来 只要给他们一顶帽子 就能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了 也是谢谢他们在矿洞中陪着我 喂 这些帽子你们拿着 戴上你们就可以出去看看了 赶紧的哦 我等着他们戴上帽子就行了 嘿嘿 已经十分钟了 应该好了吧 走吧走吧 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嘿嘿 怎么样 外面的世界是不是还是很好的 你们在这里逛吧 我先回家收拾一下 先把东西放起来 今天跑了一天 真是累死我了 马铃薯烤得差不多了 再给那些骷髅尝一尝 嗯 他们人呢 怎么消失不见了 难道是村民欺负他们了 应该啊 村子里面的村民都很老实的 哎呦 这个印记有点奇怪啊 难不成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看着就是骷髅一家三口的印记 我感觉情况不对 无论如何 我都是要下去一趟的 走你 哎呦 好豪华 这个洞口这么深的吗 看看这一排的工 真不错啊 骷髅 你怎么在这里 你要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们出事了 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只能生活在地下 你看看 这是我们的家 哦 怎么样 还不错啊 但是你要带着我逛一下 这个地方比我家好太多了 好了 逛完了骷髅的家 我一会儿回家就要改造我的家 嘿嘿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拜拜